美國超過36萬人確診新型肺炎, 1萬1千多人死亡,多個州疫情回緩。 幾個疫情嚴重的地區,紐約、加州、路易斯安那等州, 疫情舒緩。 振扎西確診人數比上個星期少一半。 紐約感染率、入院人數和重症病人都少了, 相信保持寨交距離的措施就效。 但州上科目形容,疫情仍然屬於高水平, 會延長紐約州居家令到月底。 停泊在紐約的海關醫療艦安慰號和加州的仁慈號, 先後有病人確診。 當局會被兩艘醫療艦接收新型肺炎患者。